然后就有姐妹说看着我平常的发质是挺好的 然后就问我说 怎么能在护发之外能让自己能减少脱发 然后能不秃头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的先天的那个头发技术都是挺好的 但可能就是因为后天的护发有误区 所以导致了掉发和秃头 那今天呢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头发保养的误区 还有一些正确的防脱护发的观念 那如果说你也不想做秃头小宝贝的话 就跟我一起往下看吧 那今天呢我就从洗头发的顺序来跟大家分享一些 常见的你经常会采雷的一些护发误区 那目区一就是洗头发之前不梳头发 其实很多人都没有洗头发之前梳头发的习惯 但是湿的头发它会比较容易干涩打结 那如果说你在洗头发之前不把头发梳通顺的话 等你头发沾了水之后 你再去把它梳顺的话 然后你这样子去抓头发的时候 很容易会加重头发 目区二的就是洗发水直接抹在头皮上 这个雷我之前也采过 就是你的洗发水没有造化之后 你就直接把它抹在头皮上直接接触头皮了 那这样肠子营养下来 你的洗发水在刺激头皮的同时呢 很容易会造成脱发 目区三的就是用干发帽反复的擦拭头发 反复的揉搓这个动作 它其实会对头发的伤害很大 尤其是用你的干发帽 直接在这样子去揉搓头发的时候 它会让你头发的毛鳞片会反复的翘起 就暴力擦发 它很容易让你的发质会变差 让引起脱发掉发的问题 第四个目区呢 就是你腻着发丝吹头发 这一点也是很多人会踩着一个雷 那为什么我们去外面 Tony跟我们吹完头发非常的顺滑 因为Tony每次吹头发的时候 一定是他的吹风机是竖着这样子 垂直的风下来 让我们的毛鳞片会闭合的 那如果说你这样子腻着 然后风是这样子往上去吹头发的话 它让你的毛鳞片也是无法闭合的 如果说长期这样腻着吹头发的话 你会让你的头发变得毛躁不说 长期以往呢也会容易脱发 不居无呢 就是每天都洗头 我觉得就是头发真的没有必要洗的那么的轻快 尤其是头发比较干燥的姐妹 因为我们的头皮 它会自动的生成一种油脂来保护我们的头皮 那如果说你头发洗的特别轻快 会让你那个自动保护的那个油脂会脱掉 头蟹 头痒 然后头发毛糙 甚至会造成发根断裂的问题 日常如果要防止头蟹呀 头皮油腻呀 头发这些问题 正常的一个头发保养真的非常的重要 除了避开窝以上所说的这些误区之外呢 还可以实施头发保养的一些产品 就是这个昂法头皮滋养预发精华 它是由顺天堂医科大学 东京医科大学的参院研发的 可以激活毛囊的一个预发精华 它还可以改善白发的问题 然后它的那个安全标准是孕妇也可以用的标准 而且就是它用了之后没有一个狂脱期 因为有很多的预发精华 用了之后它会有一个狂掉头发的时期 但是这个没有 里面还有三种的药用预发成分 就可以激活毛囊 然后改善头皮的一个血液循环 然后促进头发的一个生长 一般用的时候呢 就是洗完头发之后 注意要避开我之前说过的那些误区 然后擦干头发 然后呢就可以把它喷在我们的头皮上 喷的时候呢 就是可以先从你的头顶的发缝这里开始喷 你可以把你的头发这样子顺过来 然后在这边也可以再喷几下 就一定要喷在你的头皮上 不要直接喷在发丝上 比如说你想要长一些小碎发呀 之类的 你就可以喷在小碎发的地方 然后喷好之后呢 你就可以拿手这样的去按摩一下你的头皮 让它快速的去吸收一下 它的味道挺好闻的 就是比较轻壮的味道 然后也不要厚甜 然后喷出来也会有那种刺鼻的味道 这个敷感呢 就是喷着之后会有点凉亮的感觉 然后过一段时间就会有小碎发长出来 然后它里面因为添加了 可以促进头皮血液循环的成分嘛 所以可以促进头发的生长 还有就是兔子小宝贝们一定要看的 就是预发的同时呢 防脱也是非常关键的 它里面还有高浓度动物发酵液 还有葛根提取物 双重一黄酮可以医治雄性激素的一个分泌 然后呢可以调节头皮的一个荷尔蒙 然后从根源上来减少头发 并且呢它里面还含有高浓度的人身精华 和胶原蛋白以及小球道精华 它可以让头皮的脂肪增厚 就它可以让发根更加强壮有力的来扎根到头皮里面 然后从发根上面呢 让头发变得蓬松且不容易脱落 还有一个点就是 大家如果日常没有一个严重的头发的问题的话 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健康头皮的养护 和一个滋养头皮的精华来用 它里面含有从甘草里面提取的 纯天然的一个植物成分 要么甘草酸二甲 可以有效地对抗头皮的炎症 去界止氧的同时呢 它还能有效地缓解就是 像紫白线啊等外界的刺激 对头皮造成的一个损伤 然后打造一个就是健康的 适合生发的健康的头皮环境 而且呢它里面是不含硅防腐剂 酒精还有石油类表面活性剂 还有矿物油和合成色素 就用起来非常健康 而且使用感也很不错 当然了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不要熬夜 我最近就是戒掉熬夜的坏习惯 然后平常喝喝那些养生水 就会感觉自己从内而外的会变好 而且像掉发的问题也减少了很多 然后头发也是看上去非常的有光泽感 我觉得健康的头发护理肯定是内外结合的 所以都希望大家有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 我觉得这才是你可以拥有一个 良好的发质的基础 这是最好的发质的基础